有了好的選舉制度 有了好的配合 又制衡我們的立法會 都不是自動就會提升到治理效能 要提升治理效能是需要有人才的 當然作為特區政府 我們是管治的第一責任人 所以在政府裏面的治理人才是至為重要 在這個工作方面 起碼有以下兩個方向 一個方向當然是培養公務員 我們是需要更加積極培養公務員 不但在他們的治理能力 亦都要在他們的治理理念 包括深切地去認識一國兩制的精神 和憲法基本法 唯有這樣才能確保 在公務員隊伍裏面都是治港的愛國者 我在很早階段的施政報告已經提出 要成立一間公務員學院 當然我們今天都有做公務員培訓的工作 但不算做得很有系統 很有規模 亦都沒有突顯到這17萬公務員 需要重點培訓這個特徵 所以建立一間永久的公務員學院 我覺得是非常之有需要 中央對峙也是大力支持 當然要建立一間全新的學院 需要幾年時間 現在我們已經選址 設計都已經開始了 但還是要幾年時間 所以我們先會將現在 在北國政府合署裏面 做公務員培訓的地方 重新整合過 在今年年底爭取 先成立這間臨時的公務員學院 第二個我們的功能 就是為社會培訓政治人才 在這方面我希望主導性是來自社會的 無論是政黨或者是一些智富 希望他們都透過他們的工作 來培訓更加多的治理人才 在這一方面 特區政府是會全面配合 包括如果有一些會被培養的人才 希望能夠有一定的政府的經驗 他可以參加我們為這些年輕人士提供的實習 或者我們早期有的影子計劃 可以跟司長局長熟悉一下環境 也可以加入政府的委員會